哪儿来的叫花子呀 武子 赶出去 出去吧 出去吧 六子 上酒 打住 兄弟 依我看啊 今儿的这酒 您还是先省了吧 你个老帮子 武子 赶紧拿赶出去 给我出去 行啊 你们 什么玩意儿啊 你们 全被营大大小小 两百多将将赶在园子 蒙生糊弄人的不少 可我没想到 沁房居也这么回事啊 可惜了老祖宗 传起来的两千多年的手艺 全让你们给糟惊了 可惜了你们这百年老殿 最后都毁在你们这帮 不正继的玩意儿身上 老帮子 你活发了 做什么呢 你们 滚 这位先生 您请留步 灭了灶上的火 封了洗脚的酒 您再跟我理论也不迟 飞子 灭火风谈 老爷 老少爷们们起舞精 睡半夜的 忙活小半天了 没听见说话吗 灭火风谈 灭火风谈 要想做出好酱菜 先得制出好酱 试这理吧 今儿是沁房居采皇子的大日子 可我方才在门外就闻见了 合着您这儿用的 这不是丰润马居桥的豆子呀 丰润的豆子进不着 我们不能耽误福田开爬 可不是吗 老爷 梁氏地儿接不说 可这四九成都进不着丰润的货 是我做的主 进的 华中秋波黄对吧 你这老帮子你就瞎蒙蒙对了 风润豆油赛肉 上了替香味传珠二里地 秋波黄色迹强 牲口草里全当粮 有 您知道这个 蜜蜂追爬采芬芳 错把将冈做花香 据我所知 保定府只有老孔杰 有这首绝活 先生 莫非您是 祖川的不假 可混了几代人 还只是个干操伙的酱菜把式 逼人孔繁夕 人称孔老赤 孔先生 我给您打听一声 您现在挨哪儿高救 不敢 我现在就是一个叫花子 别因为我耽误了您的大买卖 您放心 秋波的豆子是没什么品 也照样能做出酱来 您忙您的 孔叔 这就您不是了 您这可是往沟里淋过 我来说 黑子 把那秋波黄给我下剔味珠 老爷 这我就得拦您一句了 现如今关外风日正闹兵匪呢 这运凉的没人敢蹬这条道啊 是 这个秋波黄是比不上马居桥的货 可杰西不等人啊 到了福田开不了爬 咱沁方居的酱今年就出不了缸啊 明年这二极口的情等着就喝西北方了 这酱缸子里边炮帅的老帮子 鼻子晒过猫 谁的鼻子有他那么刁啊 找那么多废话没问你 孔先生 麻烦你跟我移一步 咱们爷们儿干吗的 咱是做酱菜的 做酱菜您先得有好酱 自个儿嘴都不雕 怎么做呀 要叫我说 都得像孔师父嘴这么雕才成的 庆方居百年老殿 靠的就是这雕字 医师父母那是主顾 你得罪了主顾 自个儿撅着眼子白干不说 你得罪了主顾 砸的是招牌 丢的是脸面 同志 没得说 就冲您刚才这几句话 我明儿喝出命去 去趟风润 我把豆子给您拉回来 耽误不了您智胚 采黄子 您干怎么样 就冲您刚才那番话 自要由我口饭吃 我孔老吃 绝着眼子也跟定您了 董家 我 这不定 孔老 这哪儿逃回来的这个 随着我的嫁妆 压箱子底 一块儿嫁到严家来的 钱清洁的汉氧造 我爷爷当年为了防贼 值班下的 我们家不就生了我一个吗 就把他传给我了 之前也没用上 就没跟你说过 孔乔 我说咱说话怎么摇杆这么硬呢 合着陪下里带着枪呢我说 这 这用不上不这个 你这个怂人哪 我想劝也是下掰 一早就让宝芬给准备下来 以防万一 等天再黑点 上龙汤湖去试试火 留神献兵啊 宝芬 知道太太厉害了吧 这是咱们大后台 大老板 抹了蜜的嘴啊 填的是自个儿 说真的 去找你的余姓的亲哥哥 带上他徒弟大宝 让他帮帮咱的忙 就算是他出趟标 有这玩意儿了 还用他去吗 虽然你们是两姓的兄弟 但他也不是旁人 一个妈生的 说是让他们帮忙 都算是客气了 一股的血脉 俩瓜一根疼 大虎亲兄弟 谁冲都是冲 行行行 好玩啊 好玩 吗 笑 好玩啊